哈囉 我們今天來到了景美夜市 因為七夕情人節 我做過比較浪漫的事就是帶老婆 到景美夜市回憶一下 當時大學時候的美好時光 所以大家就知道摩羯座是很不浪漫 情人節帶菜菜逛夜市 我們其實那時候很喜歡 來夜市吃了以後 然後去光明戲院看二首電影 對 光明戲院還在嗎 我不知道光明還在不在 可能不在 對啊 那時候滿滿大學的回憶 那我們等一下就進去 學我們當時大學最愛吃的幾個湯吧 一束喔 應該會拍得很漂亮 一定必點就是牛肉片 因為它的醬非常好吃 然後九層塔蛋 那有時候我會就是點一個荷包蛋 撐好飯然後直接放上來 他其實是什麼都會吃耶 我們點什麼他都會把吃光 而且他在這邊可以吃很多晚飯 因為大學的時候有時候運動打窮 體力消耗量很大 這個是第二碗 你看我們大學的時候 現在都二十幾年了 對 每次來都會覺得好像在重溫 我們大學的時候的生活 而且就是 如果念書以後 暑假回來台灣一趟就一定會來 第一個晚上來這邊吃 就我們現在多了很多 多了一兩個baby可以陪我們一起吃 大學就有來 那後來 來很久 畢業之後 老老闆 老老闆今天吃虧了 連白頭髮都出來 那時候還是黑頭髮 它的豆花超好吃 還有它的粉圓桃 然後米苔木 還有玉圓 哲力他非常愛吃粉圓 所以他叫了 三份粉圓 夫妻互動的意義 要道歉也要道謝 要認錯也要改錯 來你說 爸爸媽媽如果有爭吵的時候 誰先道歉 那你啊 不錯耶 可以浪漫不要浪費 剛剛吃不到 這個是嗎 親完了要記得帶回家 對 然後剛剛老闆也很興奮 拿了一個小本的 跟我們結圓 我覺得非常有意義 所以七夕就是祝所有有情人 忠誠眷屬 情人節快樂 謝謝老公 謝謝老婆 謝謝老婆 謝謝老公 你看我 謝謝老邦 謝謝老公 TOGOLD